大家好,今天是2月23日,星期五 今天市場好像跌下又升下 基本上都應該在這地方整顧 版派方面,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很多時候有些人都已經撲下水 撲下水的時鐘,所以差一點點 交通設施仍是可以的,農業是可以的 保險是可以的,沒什麼所謂 再歧視交通是什麼呢 一路都在說,所有交通好的時 其中一個原因是運輸好了,經濟應該是好了 農產品通常有些,除了有些比較大的 有很多小小的東西 基本上已經是OK的紅產品,不過太細了 沒什麼可以幫到大家手 我只要出個荷包 保險可以上升時鐘 最主要是因為整體的A股市場是盲好 很多都是穩定了下來 所以保險公司很多都投資在A股市場 所以這裏就會慢慢就好 家庭入居人用品,只不過是很多小小的東西 除了這個比較大一點之外 小小小的東西升很多都沒有用 這個升69%都是升了兩個先的 你買得到多少這些 所以這些都不太行 其次媒體方面都是,很多小小小的東西 除了有升空華文,這些可以大跌 升10%才有肉食的 這些1毫子的升12%沒什麼用 5毫子左右的這些東西升20%也沒什麼用 好,整體都是這樣 有些升有些跌 沒有什麼八指的了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差異式的走勢 基本上應該是國企字頭那些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個需要留意的 好,其次 其次方面,上到現在這裏之中 就需要整顧一下 最高見到1668,169 都叫170 那我又再畫那幾樣東西 現在這裏呢 就是168這個地方到達的話 這個就是這個地區 我們再上這裏呢 要上升了,穿破了這裏 就是大約是183到18300點左右才好 那下面這裏呢 應該現在就是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成為那個是支持位 那就希望看著它 再跟著下個禮拜回來再好些表現 那暫時就這麼多了 那今天可以留意的就是電能實驗 再進行 再進行 那請 再進行 再進行 那